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演员灵素 虽然不是不能吃 但我对动物脂肪或内脏 大概会有点 大家好 我是新人宁斌渡海真菌的 配演员小恩 什么东西呢 你怎么也在说吃的 你刚刚不是说肉吗 我就想到灵华这句台词了 那我应该说什么呢 我来试试看 直接用弓箭把烟花送上天空吧 飞得更高炸得更响 那我是新人认放火烧山 也不对 是放火烧天真菌的配音金娜 大家也可以叫我娜娜子 因为烟花也是在天空爆炸的嘛 这么一看你和可莉好像很合得来啊 放火烧天 对不起我真的没讲对方一下 那我是什么 你是真鸣度饿真菌呗 就是肚子饿的 就特别适合你 洗吧洗吧 轰鸣吧 大家好 我是真鸣度饿真菌的配演员 谢谢你 让你肚饿没让你肚子轰鸣好吧 欢迎小恩和娜娜子来到我们的小剧场 今天还是坐一回冬家 把两位来自到期的朋友请到了我们离乐 欢迎 欢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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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客气 太客气了 客气的人 那我们首先还是来聊一聊 两位在配音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理解和心得呢 先问问小恩吧 我呢 稍微准备了一下 太起床了 他掏出了一份稿子 对对对 准备了一下 准备了一下 非常的认真对待我们这一次的小剧场 就是因为配了新的角色 林华 大家也等他挺久的了 我就来说说这个 神里林华幕后的配音的故事吧 其实我记得当时就是蛮神奇的 就原神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当时试音是香菱 神里林华和雷泽是同一天试音 我非常的大胆的三个角色都是了 好好好 对 然后因为原神我们试音是不记名盲选的 然后我当时比较幸运 就是一次性就示众了香菱和神里两个角色 还是非常高兴的 但是呢 我觉得应该就是 已经玩过主线和林华个人线的玩家呢 应该知道正式版本的配音呢 和我们当时一侧二侧的时候的配音是很大不同的 我是说神里这个角色 就是因为当时原神刚开始录音的时候 神里这个角色嘛 只有大致的个人背景介绍 我记得我们当时就是一个稿子 一个形象 然后大致的角色背景啥的 其实后来其他剧底内容是没有的 当时 当时就看他这个人就 而且一开始录的时候 就是按照当时的形象来录的嘛 但是今年得到 就是得知这个角色要正式上线的时候 我就是和我们的导演 彭博啊 素素 还有就是原神的staff一起讨论说 神里这个角色 现在在已知的更加详细内容的基础上 就是是否要重录 就当时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就是让现在的配音更贴合这个角色嘛 所以我们当时讨论下来是 就决定将他的配音全部重录一遍 就是其实现在是全部重录过的 没想到这 没想到吧 就全部重录了 而且就是为了贴合就是角色嘛 比如说为了贴合角色 我们在那个年龄感上 就做了一下处理 其实是比测试版本的时候要更小一些 来跟我说处理 对不起 对不起 在年龄感上处理的比测试版更小了一些 然后为了配合他大小姐的身份啊地位啊 所以在那个语言节奏表演风格 就是这方面让他听上去更尊贵一点 尊贵 更有钱一点 有钱 对对对 然后就是但是同时啊又保留了就是对 对待旅行者的时候的更加亲密友好的态度 还是不一样的 太好 已经是我女朋友了 太好抱住了自己 我是想你拿着搞 回到 回不来了 回不来了 已经回不来了 然后还考虑到对当时还考虑到说他是冰属性的角色嘛 就是是否在某些方面把那些冰冷的气质也表现一点 所以就是当时在录这个角色的时候呢 真的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导演 童导素素呀 还有就是原神的staff一起 大家一起讨论碰撞出的新的火花 所以其实我今年在录审理的时候 是把它当成一个新的角色来录的 然后最后就呈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个角色 谢谢 喜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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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记得这么多话认真了 超认真了 真的是小英对待每个角色都超级认真的 好 棒 那么我们来听一下娜娜子 我突然就慌了起来 小英准备的那么好 我突然就慌了起来 你不是也有稿子吗 我也是有稿子 但是我没有就是一句一句都写下来了 那我就说一下就是我刚看到 我拿到宵宫的台本的时候 就是我 我觉得可以用两个 用一个名字来形容 那就是多多 就是两个多 是什么多呢 一个是话很多 就是我第一次看到宵宫的词的时候觉得 他好能说啊 就我这么一个特别喜欢说话的人对吧 我都觉得他的话很多 然后第二个多是 他认识的人真的很多 就是他跟好多好多人的关系都很好 然后我有在他就是他的好感度语音里面 看到一个名字 那个名字是谁呢 那个名字是可丽 我就在想啊 一个到到到期的人 他怎么突然知道一个蒙德人的名字呢 然后后面想啊 那可能是旅行者和他说的吧 对 他和他其实还蛮喜欢可丽 这样的小孩子的 然后我觉得宵宫 就是在我的心里面 他其实还是一个挺细腻的人 就虽然他看着是那种有话直说 好像没什么心事的人 但其实他的心思是非常细腻的 就是其实在个人线里面有写到 就是当很多人 其实他们可能自己都还不明白 他们自己的心意的时候 肖宫其实就已经感觉到了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蛮神奇的角色吧 就是相对于他外部的一些表现来说 就是他很爱说话嘛 但他心思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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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也准备了两个和角色有关的特别环节 希望和大家一起来深入了解一下这两个新角色 看看刚才演员们说的感受有没有传达给大家 好耶 你们好耶的好 好不带感哦 好耶 好耶 太棒 天哪 行了行了行了 好 那么大家就准备好饮料 跟我们一起来一场 黎月雅吉 不对 我们要 我们这次要优雅的来 好 再来一次 跟我们一起来一场 黎月雅吉 盗期幕府射凤行神李嘉 位于盗期民门中的笔头之隔位 作为三凤行之一 掌管祭祀活动与人文艺术 身在这样的神李嘉 就是连走路也不能有声涵养 你想和我一同交流交流其中的心得吗 礼仪嘛 这个确实可以学一学的 这不比秦交的什么秋秋人生态知识 有用多了 姑啥 都有用都有用 高情商 苏苏姐姐这么说就不符合我们的礼仪要求了 所谓礼礼园上草 树叶有专攻 好诗好诗 好好诗 包包这样说也有点无礼哦 真是一首好诗呢 这 算了还是不吐槽好了 既然被恩教妹妹这么说了 那我也应该注意一点啦 那我就不吐槽 这样后面为什么还要加妹妹了 这也不对哦 我们优雅的礼仪都要求笑不露齿呢 好的 我完全学会了 你学废了 你学废了吧 行了 我别不说人话了 行啊 那个 那么恩教妹妹 那今天要教我们什么礼仪呢 这个有言约 一期一会 茶道 在我心里 能与琴琴树画一同定为 颇具风雅之事 所以今天呢 我就打算以茶 作为我们礼仪课的开篇 不错不错 说得甚实 我平时也喜欢茶呢 哎呦 还拿回说 说得甚实 对吧 还挺文化的哦 真是无理的一群人呢 那么我们的课程 也稍微做一点本地话好了 一起学习 如何优雅的品茶吧 好耶 这个品茶呀 就是讲究 审茶观茶品茶三道程序 审茶呢 就是指泡茶前 要先审看茶艺 难道我要会在茶店 这样要求吗 啊店员哥哥 让我看看你们的奶茶 是什么样子 长得好不好看 可以了 可以了 可以可以可以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观察 就是观看奶茶 是怎么制作的 我点外卖呢 不配是吗 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为了照顾到 外卖的买家啊 我们就必须要请 各位奶茶店 互相督促 尽快开启 直播做奶茶的业务 这样呢 这个流程对于我们客人呢 就变成了全透明的 对吧 大家就可以 看得安心 吃得放心 哇哦 那是不是 只是离了大铺呢 但是我觉得 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 是的 刚刚我们说到 那个审茶和观茶嘛 那么最后就是品茶了 那么接下来 希望大家跟我一起 无食物表演 好 观众看不到也没有关系 不要管他们 好的我们要开始了 品茶要先要 先要嗅茶香 来 这是品茶 一只手握住茶杯 另一只手捏住吸管 分三次将茶水细细品措 这便是品名了 这是在吸口水吗 好奇怪的礼仪啊 喝奶茶的时候 很难发出细细的声音 是细细品措 不是细细品措啦 没想到 我这种烂梗 她也听出来了 接上 对对对 那个我还听说呀 就是向客人侦查的时候呢 只珍七分满 留下的三分是情意 这是离月茶文化的 特殊含义 什么 原来奶茶店一直都对我没有情意 是吧 我不能无理 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有意思的 留下三分是情意 三分堂 有一种特别古老的 话的感觉 大家都是个坏人了 好建议奶茶店 尽快实装这些服务好吗 这是浪费钱的一种情意呢 好 就是所谓欲速则不打 我们一次呢就先教这一个礼 大家要用心学习 以及实践 好的 终于结束了是吗 好的 真不错 感谢恩教的李一可 谢谢恩教的李一可 谢谢恩教的李一可 虽然没什么用 不用谢我 不用谢我 重要 重要的还是情价练习 千般垂摩 速镇 亦无人可当 怎么的呢 还有导演的 哎呦 哎呦 导演在外面 你们来了 哎呦导演 完了 我都忘记角色的声音了 那太好了 狗狗远离秋季过敏源 换十滴米过 不是你们 那个红点不给我们 我们怎么来啊 我们只看到狗了 没有啊 我们一直在看狗 这一段录下来了没有 这一段应该录下来了 你们待会儿 这一段就是花絮 你们待会儿 把这个录下来 太好了 这段就是花絮啊 雷电将军也太看得起我了吧 我就是一个卖烟花的 哪来的能力筹备整个庆典啊 哎等等 我听说你之前在黎月帮忙 筹备海灯节了对吧 哎呀 重点不是这个 也帮帮我吧 拜托了 做烟花我擅长 可是其他东西也太复杂了 我完全不知道怎么下手 连老爹都不知道怎么帮我 我只有你可以求助了 不然 我问你量身定做一款烟花 让你在全到期的目光下炸开 怎么样 什么什么什么 炸开 什么炸开 炸开 你就是喜欢炸是不是 那么接下来 就是 宵宫的环节啦 我觉得宵宫和可莉 应该会聊得很矮 就是 那可不是嘛 哦 其实宵宫是一个 他是一个很喜欢小孩子的人 他很喜欢和小孩子聊天 有很童真的一面 所以说不定两个人 可以一起放烟花 我还记得 我有一句关于可莉的语音 超可爱的 就是 宵宫有说就是 让小孩子玩炸弹很危险吧 蒙德人 不会担心吗 担心 但是又能怎么办呢 反正打又打不过他 哈哈哈哈 很有道理呢 哎 庆典的话 你们心目中的庆典 一般都会有些什么东西啊 到期的庆典的话 就是烟花就不用说了 我觉得风中都夹杂着樱花 哈哈哈哈 哇 苹果糖 好了好了好了 啊 捞进 捡具 还有那种好看的衣服 赵雨声 哇哇 好多好吃的啦 还有好多人 四年糕 哇 然后听说 stuff们帮我向项目组的stuff寻求帮助了 然后真的有stuff热心的来投稿帮我了 这是要我说断气吗 完了 完了 我看了往期stuff投稿 我就想说 快跑 快跑 你给咯 嘿嘿 我觉得他们很可爱诶 脑洞大开 其实我完全不是这么想的呢 哈哈哈哈 你们知道为什么他会说他们很可爱 脑洞大开 是因为stuff们给我们了一个台粉 你们知道吗 他们竟然把这 哎呀呀呀 不能失礼哦 stuff在我的风口 鼓里想碰解掉 哦 对对对对 我已经忘了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投稿吧 咳咳 来自北斗船上的船员 海龙 哎 小孩子不能这么说 那换个说法吧 故事啊 嗯 也可以 我也跟着大姐头游历过很多地方 参加过不少大大小小的节日与庆典了 我觉得庆典最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应该是 爱人 这种日子 我几乎都是一个人去的 要么就是和兄弟们 总感觉少了一点点爱意 是一点点吗 一点点 爱意 哎 能不能有一个庆典 能够包分配爱人的 哎 我也是这么想的呢 嗯 他在想什么呢 真是的 想屁去吧 哈哈哈哈 开玩笑 我们海龙哥的爱人很多的好不好 一手机好吧 随时陪着他 他亲口和我说的 为什么我会知道的 因为我是陆林啊 哈哈哈 先看海龙转回来啊 不过确实和爱人一起去这种庆典 就是天空上绽放这种烟花 然后画面上就只有看到两个人隐移位在一起 好像很浪漫的样子哎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包包 啊啊啊啊不是不是 这电视剧里都是这么演的 实际上我觉得和和狗去也挺挺好的 哈哈哈哈 费客感觉被Q到了呢 哈哈哈哈 好像和宠物一起也是很有趣的 好的决定了 我们下次庆典就安排很多猫猫狗狗来吧 就家园里的那些都过来吧 哎 还有那个狐狸啊 就是稻妻野外经常能看到狐狸也好可爱 那我们就满足这位海龙给他发一只狗 好哎 好可爱啊 狗狗狗还有什么爱人啊 哈哈哈哈 然后海龙肯定会说 那我走好吧 哈哈哈哈 来自死罩星号大解头 此稿仅为staff个人幻想的角色行为 无任何衍生含义 且不代表IP方的意见 此投稿仅为个人感想 无碰瓷 蹭热度想法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此投稿及声明的最终解释权 归staff所有 这钟离开顿了吗 这属于是 笑死 笑死 小公老板娘好久不见 最近听说你最近接了个大活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代购的物资尽管开口 保证给你带来质量最上层的货品 此次来信是想提个醒 你也知道 一直以来 黎月七星的天泉宁光都对我非常戒备 我不就运输点货品来贸易吗 这也能发钱 哎 这次你既然是筹备庆典 想必需求量也不小 其他的意见我就不瞎说了 摩拉可是得实打实地好好准备一番 放心吧 作为合作这么久的商业伙伴以及朋友 不会对你乱收费 不过我的兄弟们也是要吃饭的 这一点还请谅解 没事了 下次见你 给你带点新奇玩意儿 再见了 有一说一 这位斯大夫那个语文肯定什么太好 最近听说一句 最近听说一句的大夫 天哪哪只能念得 但是我觉得他说到点子上来 摩拉吧确实是不可或缺的 摩拉吧确实 只在不行跟公子借吧 借有什么好借的 直接去拉赞助 不愧是你 好主意 那可以拉谁呢 钟离啊 就算了吧 葡萄可以试试 往生糖能养得起钟离 应该多多少少也是有点资产的 但是 但庆典啊 往生糖 他是不是就不太合适啊 那试试 玩烟花不小心受伤的话 免费提供后续服务啊 是这个意思吗 烟花 什么不差的吗 他们好像刚合作完 肯定很有钱吧 庆典途中身体不适 可以让小琪琪免费看病配腰 那人家举办的是庆典 你们怎么就不怕人家好呢 你们 我觉得可以去找那个万民堂啊 就是把料理这一块承包出去 能再到期传播自己的厨艺 他肯定愿意投资的 向林有那么多钱的 要不去找那个 开一开三瓶又钱 就是每天给我们发奖励 应该挺有钱的 每天发奖励 对对对 看在我们的声音 这么桃圆的份上 哎呦 这 这是为所缺奖的道路呢 也不是不行呢 那就这样圆满的解决了 好耶 好耶 总之 这次斯大夫有好好给我们带来了筹备庆典的一个全新的灵感 谢谢斯大夫 嗯 你发现哦 你忽悠的staff都脑回路很清奇 请你们继续保持不忘初心啊 不忘初心 路达了吗 老实 我的天哪 我是瞎子 哈哈哈 我在聊素素的耳朵是不是已经炸坏了 哈哈哈 如果你每次都被包包刺激过的话 哈哈哈 不戴耳机 真是太好 哈哈哈 感谢我们没有耳机 谢谢 哎呀 短暂的快乐时间又结束了呢 有没有什么观后感呢 就是没去成道气还挺可惜的 神社真的太美了 还有还有就是 那个 水里凌华和小公真可爱 可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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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这是这样的 但是甘雨和盈就不可爱了嘛 都可爱都可爱 也可爱也可爱都可爱 不要无理哦 小心我请你们去喝茶 奶茶吗 我可以 就知道奶茶 嗯 哼 好了好了 那么 嗯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结束了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下期再见 再见 你 哈哈哈